今次的YouTube是講如何改變你的命運 改變你的命運是不需要求人 不需要占卜 不需要去看紫薇斗數 不需要摸骨 不需要去求千 我之前在三十歲之前 剛才所說的網筆、體相、占卜都做過 大致上都有七八成很準 但是所有的東西是不會幫你改變命運 只是講出你的命運 但是可不可以幫到你呢? 今天的主題是如何改變你的命運? 在改變命運之前 你要知道什麼叫做命運 什麼叫做命 什麼叫做運? 什麼叫做運? 命和運是有個別的意思 你要了解到每個意思 才可以改變才可以改變你的命運? 我會很清楚地解釋 什麼叫做命? 什麼叫做運? 好 首先 首先來講 什麼叫做運? 運是不可以改變的 運是不可以改變的 是一個格局 是一個定數 何謂一個定數 何謂一個定數 意思就是你不可以改變 何謂一個格局 是一個位置 何謂一個定數 何謂一個格局 是一個定數 例如你出生的地點 你出生的地點 你出生的地點 你不可以選擇 你出生的地點在美國 你出生的地點在加拿大 你出生的地點在加拿大 你出生的地點在亞洲 非洲、澳洲、歐洲 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國家 都影響到你的將來 就算你同一個國家 例如中國 你生在香港、深圳、北京、上海 跟你出生於在四川 或者偏遠的山區的地方 你出生於同一個國家 但不同的地域 都很影響到你的將來 例如你出生於美國 你是白種人 你出生於亞洲 是華種人 你出生於非洲 是黑種人 所以根本你無得選擇 再 你出生於你是男 你是女 更加無得選擇 當你是男 和女 在不同的地域 更加會影響你的將來 所以 你的格局和定屬 是很影響到你的將來 和變屬 之前也提過 你出生於不同的國家 你受的當地的教育 宗教、文化 是完全不一樣 例如你在美國、加拿大 出生 你的教育 是西方的教育 宗教你是多種不同的宗教 都可以選擇 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印度教 周圍都有不同的教堂 你可以選擇 你可以自由去選擇你自己的宗教 和享受當地的西方文化 但是如果你的出生於在泰國、印度 可能你只有佛教和印度教 你的選擇又少了很多 如果你不學 更加少 你的選擇 所以在不同的地域裡面 已經是完全全影響到你的文化 宗教和教育 這個是不變的定數 你沒有選擇 你在出生小時候 你從零開始 從一歲、兩歲、三歲、四歲 從小學、中學、大學 我相信你在小學和中學 你是沒得選擇 你只可以接受 接受當地的文化 接受當地的宗教 接受當地的教育 當你去到大概高中的時候 你才可以有機會反思回 所有的定數 你是可不可以接受 以及你會不會選擇 所以之前的定數是不會變的 以及是一個格局 這次再說下去 除了說不同的地位出生 出生之後 你的家庭是富裕 或者是貧窮 都很影響到你的將來 在於一個富裕的家庭的長大 你有足夠的支援你 去讀高級的大學 去認識高級的同學、朋友 你有高級的培訓 在音樂、跳舞、唱歌 你想學什麼都可以 用什麼都可以 但如果你貧窮的國家 就是貧窮的家庭長大 你想享用你的東西 可能連讀書的機會都沒有 你可能小學之後就已經出來做事了 甚至到連小學都沒有機會 去讀書 因為你的貧窮的家庭 可能父母都病了 沒有錢 沒有錢 給你連讀小學和食都要靠自己 你在垃圾堂裡 你在垃圾堆裡找食物 去生存 所以不同的地區 不同的家庭 是很影響到你的將來 如果你的國家是貧窮的國家 如果你的國家是貧窮的國家 連最低的保障都沒有 我相信你連小學都未必有機會可以讀 我相信你連小學都未必有機會可以讀 所有東西都在街上長大 你的命運已經完全沒有選擇 除非你去到十二、三歲 你才可以反思你如何面對你的將來 在十幾歲之前 你也是給你的命、格局和定數 完全影響到你 之前說了你的格局和你的家庭 你不同的國家出身 不同的家庭的組合 是很影響到你的將來和你的定數 譬如你在最好的國家 最富裕的國家 最富裕的家庭 你的命運是最高級的 因為你都不需要休 你將會讀最好的大學 找最好的工作 甚至自己再做老闆 甚至你不做事 靠家庭 給你的金錢 已經是去到人生最頂級 但是如果你是對最貧窮的國家 最貧窮的家庭成長 你出身的父母可能走了 走老 你的父母可能病死 甚至你的父母大病 你自己是基本上 教育是沒有得享受 連生存 或者生活 都沒有辦法安穩 甚至自己還要有環境 你的生命的格局和定數是最低級的 所以一個人生的定數和格局是不可以變的 所以書裏面都有提過 命中注定 半點不由人 就是這樣的解釋 但是 是不是完全 命是不可以改呢 其實 我的答案就是 命不可以改 但是 當你 我再解釋 什麼叫做運 就可以 改變到你的人生 改變到你的命運 好 多謝大家 來聽我第一輯的 如何改變 命運 第一輯 改 是 什麼叫做 命 而下一輯的YouTube 如何改變命運 我會解釋得很清楚 什麼叫做運 怎樣可以由運 的元素 改變到你的命運 是很有科學式的方法去解釋 什麼叫做運 而可以由運去改變你的命運 多謝大家 來聽我今次的YouTube 講的 什麼叫做 命 怎樣可以由運去改變命運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留一個訊息給我 我會回答給你的 如果欣賞我的頻道 請你點閱給我 還有打個鈴鈴鈴鈴給我 我日後有最更新的YouTube 都會馬上通知你們 好幾個 真的 好啊 我立即 對 大了 好了 好 好 啊 好